国军聘国车国造 耗费五年研发制造 105公里轮行战车 不管是静态射击还是动态射击 经过测评达到合格标准 不过目前生产D1跟D2两辆样车 却被陆军装训部打枪 认为车体和炮塔高度过高 要求缩减 车身高度3.3公尺 有点过高了 这个高度会增加到 这个战车被敌人反装甲系统 秒准的危险性 然后我们比较其他国家的 这个轮行战车 大约是2.7到3公尺之间 主要是针对降高 然后再来是配置 针对炮塔里面的一些配置 我们进行微调的部分 那我们才会把这个高度 降到3公尺以下 五年前战车还在设计阶段时 陆军兵肩单位装训部 要求炮塔内 要有充足活动空间 确立炮塔内人员活动高度 需要1.8公尺 D1D2样车的首要目标达成 不过通过测评后 陆军还是提出调整需求 原本D2样车高度3.3公尺 之后DC版本要调向到3公尺以下 但要素也从25发提升到33发 我们针对这个部分 我们在113年的1月 我们就已经在开始 跟兵肩单位来研讨 看怎么样可以把这个高度再降下来 D3构型的确样 在114年 我们会完成D3样车的产制以及验证 那未来将会提供军种来做五选 轮型战车原本预计去年底结案 今年6月才对外公开亮相 可见国车国造真的不容易 专案人员从研发到制造 一条龙完成 目前已经完成D3样车构型的初步缺样 预计明年可完成样车的产制跟验证 民事新闻 黄仁蔡瑞严 SNG小组南投报导 MOD自选频道餐 请记得订阅并锁定 民事新闻台